时隔111天后,辽宁大连再次报告的3例本地确诊病例和12例无症状感染者 且在患者所在企业外环境中检测出了新冠病毒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23日召开发布会 通报该市新增确诊病例最新情况 大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罗伟星表示 7月22日,大连市新增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信某进口水产品加工企业员工 在对密切接触者的流调排查中 又发现了2例确诊病例和12例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当地已对患者所在企业厂区冷库及18家直营门店进行封停 并已采集冷库食品、加工车间、宿舍、食堂、马场、公用卫生间 行政办公楼等食品和环境的样品 结果中多份为阳性 当前把握精致严格迅速的原则 对所有渡调体股指向区域均以全面反攻 主要分布在干几次大连湾地区 西港区工人村地区 庄河等地区 据三名患者自说 三人发病前14天均未离开大连 无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重点地区来返大连人员和境外人员接触时 此外 从即日起防疫部门开始对大连市 估计超过19万人进行核酸检测 当日在大连市大连湾街道附近 记者看到该街道各主要路口正在全面开展消毒作业 部分工厂附近的社区已实行封闭式管控 工作人员正在用铁皮围挡等对部分小区实行封闭作业 居民们正排队进行核酸检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